隔热膜的价格从几百块到几千块 它们是有什么差别呢 那第一呢我们就先看纸的原料吧 所以打个比方如果你是拿着一个Sputter的纸的话 Sputter也是有分纸里面的铁的成分高不高啊 跟它的纸的这个种类是用什么铁 所以如果是不一样的成分跟不一样的铁的话 它的价格方面还是有不一样的 那第二呢纸的这个胶水也是会影响到隔热膜的价格 如果是比较便宜的胶水的话 它的起泡跟变萌的可能性会比较高 那第三呢如果有认真的隔热膜的话 它的价格方面还是会稍微比较高的 打个比方如果你是有SGS啊 还是有CRIM的这个认证 就是代表你们的隔热膜的品质是有保障的 那第四呢其实隔热膜的保价也是一个很大的因素 打个比方如果是比较便宜的纸的话 它们大多数是包你们的Product Warranty而已 就是你的起泡的现象啊 褪色啦 或者有可能纸会拖下来这样子的情况 可是如果比较Premium的纸的话 它们是包含了你的Performance Warranty 打个比方你的红外线隔热 跟你的防纸外线有退化的现象的话 它们是一个E对E的更换 到最后呢其实贴膜师傅的手工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们是找到一个贴膜经验丰富的话 你们的这个手工方面就不会遇到有起泡的问题啊 有这个灰尘的这个现象在你的隔热膜里面 那以上的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隔热膜的这个价位 那我希望这些点呢都可以帮到你们做一个比较明确的选择 我希望你钓热就不来 那它们是对DMTA的顾接的